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大哥 你要为我主持公道 我娘子成天地挑我的毛病 外人面前也不给我抬尖下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 如果不行 就离婚吧 还有别的办法呢 你看看 你又不行了吧 人家护三娘在江湖上比你盘大 对付这样的女人你要百依百顺 人家让你望东 你就望东 人家让你望西 你就望西 那往南往北呢 废话 他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 要活得女人的关心是要付出的 他总算明白 王英 拿茶来 这水这么烫 怎么喝呀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来帮你睡 把你推凉了啊 这水都凉痛了还让我怎么喝呀 看你这样子 你现在一定特想打我吧 看你这样 你现在也一定特想打我吧 想打我 我还能扔吗 喂 您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还是您先打我吧 你怎么打人呢你 他让我打他 他让你打你就打呀 不是 你告诉我白衣白顺吗 他让我打他干嘛 你 你这个人真不会做人 你看看这浪子言轻 要 要论女人 我比你们了解 想当初 我把刀李诗诗 只用了三成的功力 青兄弟 赶快给我支个招吧 我也提过你 正所谓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你整天围着他转 他不把你当回事 你真的一求别恋了 那么他就会觉得你重要 你也别老围着我们转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说清楚点 就是你真的一情别恋 他才会觉得你最重要 这个都听不明白 就是让我变心啊 光阴兄弟 你今天把我叫这儿来 到底要说什么呀 你这天气 说 昨天你 你穿你乱那个鞋 我是说 凭我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你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 我 因为 你 你 你 啥管我 我爱上孙二娘了 怎么样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还打吗 你不打 我得打 我得打 你掌握手 我得打 你掌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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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我上面一圈蝦米酒 大花瓣砸腦的花花露鞋 染柱子缝尘打了他 被杨奈武动轮 虽然说现在没有杨奈武 但是我的心情你明白了 我要杀了他 冷静 冷静王英雄 冲动是魔鬼 军师 救救我的婚姻吧 王英兄弟 我这不就是请军师来帮你了吗 你冷静点 你听军师说吧 首先呢 我告诉你 冲动是魔鬼 这句说过了 能换点别的母亲 不就是处理家庭关系 女人最喜欢浪漫 作诗 给他作首诗 这是最好的办法 王英兄弟 你会作诗 你肯定会作诗 我好像会 玩感觉 不要做错 想写什么写什么 不是想打什么就打什么 这上废话 作诗 月落无体 霜满天 江峰旅火 对愁眠 孤苏城外 寒山寺 进门得要钱 要不 够的 对对对 够了 够了 不用写那么长 写长了容易老气 最多四言绝句就可以了 何为四言绝句 就是让你写四句话 宋哥哥所言极是 我这儿有一个保留绝句 拿回去临摹一下 等我看到你 我哭了 还在等什么呢 是幸福还是疼 好诗啊 怎么听都是好诗 好 我明白了 兄弟我是个粗人 写诗不会 超诗还不会吗 宋哥哥 傅三娘 是你啊 有事吗 宋大哥 你们能饶了我们家王英吗 我说傅三娘啊 死话怎讲啊 自从你们给我们家王英 支招之后 他就一刻都没正常过 咱们夫妻吵架本来是平常的事 就靠这个交流感情了 搞那么多形式有什么用啊 难道真是我们错了 你们要是实在不行啊 那就离婚